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把某一些的相对东西当作是绝对的 唯心把主观当作绝对 唯物把物质或者进化论当作绝对 齐克果存在主义把感受 现在这一刻我的焦虑我的绝望当作绝对 巴特到了20世纪就把上帝一种很主观的 好像火山爆炸的事件型的启示当作是绝对 但是都是空中楼阁都是不可信任的 现在我们来看新福音派 新福音派就是今天21世纪福音派的主流 并且他们自称为福音派 影响广大包括很多最有名的神学院 包括华人的外国人的 那基要派的信仰就是说我们相信圣经 是神所默示的无误 基要派的信仰目前是被孤立起来 慢慢慢慢影响力就越来越弱 我的意思是说在神学院在学术界 我们影响力是越来越弱的 圣经无误被新的圣经观取代 圣经是上帝在人的文化中写的 跟外面的文化都很差不多的 没有什么独特 圣经是人写的 取代了圣经是无误的 以前是解经讲道 现在是用心灵鸡汤型的讲道取代了 也就是说讲故事 不是遇到故事 来就是说讲章本身就是故事 就是说真理不在于真理 不要谈教义 特别不要谈教义神学 要谈的是圣经里面有一套的故事 一个叙述 所以讲道也是一套的叙述 另外一套的叙述 来重现 再次活出圣经里面所呈现的叙述 心灵鸡汤型的讲道 上帝是六天创造世界和科学创造论 被其他的基督徒的科学家孤立取消 用圣经来做辅导 被所谓融合派的基督教心理学取代 也是取消 市场学和广告学 涌进教会所谓的教会增长 也是众多不是所有众多神学院的教目学博士学位所教导的简直就是资本主义的广告学的翻版 还有西方教会基督徒 是指特别西方的 和社会人士普遍的圣经文盲 美国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其实欧洲老早就是这样子的 不过美国最近这二十年 就是福音派新旺的二十年了 普遍的教会内外人士是圣经文盲的 然后我们一般正统信徒所尊敬的 比方说伯克夫的系统神学 被很多的神学家 不论是美国加州的一些有名神学院的神学家 或者香港一些神学家被认为是过期的 是不适合我们今天的文化的 甚至乎一些的香港神学家认为过期的神学是垃圾 是坏鬼神学 坏鬼神学是香港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 坏鬼是广东话 也就是烂掉了 食物不能吃的 所以基要神学 我们的信仰被孤立 被取笑 被认为是过期的 我们来看这种的新福音派是怎么兴起的 先我们来看一看十九世纪的背景 我来归纳一些十九世纪 一方面 各种各样的不幸的哲学兴起 一方面 各种各样的福星宣教运动兴起 一方面 美国的势力一直的兴起 所以美国这个国家 美国这个教会看起来很乐观 乌托邦快要来临 其实教会里面的教义神学一直在富烂 一直在烂掉 我说十九世纪末 就是二十世纪初的写照 我们来看 十九世纪欧洲自从斯莱玛赫以来 自由派神学兴起了 所以十九世纪欧洲教会的历史 就是自由派神学的历史 十九世纪美国呢 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前 还是不错的 大中派里面不分什么福音派自由派 比方说最有名的讲道的牧师 Bitcher还有Blanchard Blanchard是惠敦大学的创办人 1860创办惠敦大学 就是戈培里博士的母校 这些都讲社会改革 同时是纯正信仰的 意思就是说 废除黑奴制度和传讲耶稣基督 是一件事情不分什么社会福音 或者是基要福音的 当时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等等 他们的神学院已经老早就不纯正了 普林斯顿神学院在十八世纪 大觉醒就是1740年代兴起 所以19世纪的普林斯顿神学院 是正统的赫制和华的 Phaeta B.B. Warfield 是当时维护着正统信仰的 他们是大本营 所以美国在19世纪 社会道德都有这种温和的 长老会加尔文主义做主导 这个不是我们改革中 自己在卖花香 乃是说整个美国的社会文化 你有这种客观可以看得见的 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在电视看到 以前的连续局草原上的小屋 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 这种很温馨的小地方 爸爸可能不去教会 妈妈去的孩子们都去的 这种的情况的确是有改革中 经过了大觉醒福星 进到19世纪 这种乡土文化 美国小乡村 今天你到美国的南部 中部还有些小地方 你可以感觉到这种的 Open Heart Open Home 心灵敞开 家庭敞开 很好渴 很愿意行善的 19世纪南北战争之后 1870年代 几件事情发生了 一件工业革命 第二 都市化 第三 欧洲新移民涌进美国 这个都市化 同时还有南边的黑奴 释放 还有白人 劳工 涌进大城市 都市生活各种的弊端 大家都看得见 福星主义运动 就应运而生 这段时期就是 穆迪先生的福星 主义运动的时期 工业革命 都市化 新移民 当然都市化就带来一些百万富翁 到了20世纪初 有没有大黄 John Rockefeller 还有其他的好几位 Carnegie等等 在这段时期 在都市化的时期 自由派神学 进化论 对圣经的怀疑 批判 从欧洲传到美国了 特别是1870年代 1880年代 就深深地影响到 公理中 长老中 等等的神学院 威礼公会跟金兴会 都没有免疫的 不过我们只不过 用改革中的教会 做一个例子而已 19世纪 对这些自由派神学的回应 首推 普林斯顿神学院的赫志 Charles Hodge 华尔菲特 B.B. Warfield 他们率领着这个护教的工作 与此同时 福兴主义的火烧起来了 穆迪先生1858年 对不起 1860年 持续他的卖皮鞋的工作 开始出来讲道 到了1870年代 80年代 很多很多的大学生 都应他的护照 特别是有过英国的 剑桥七节 到美国访问 美国就发生了 就兴起了 这个Student Voluntary Movement 学生海外宣教 自愿运动 1883年 还有神学生的 海外宣教 自愿运动 所以教会看起来 非常火热 很乐观 青年人就跟着剑桥 七节 这些英国贵族一样的 自愿的 很典型的 就是在一个教会大学 小的大学毕业 结婚 两夫妇 22岁 修了大概三 四科的圣经科 伦理科 就跑去中国 印度 非洲 去做宣教师了 所以中国到了1926年 宣教师最多的一年 是8000人 其中至少有一半 是美国去的 但是当自由派神学 渗透教会的神学院的时候 福音派不警觉 只是忙在海外宣教 大型聚会等等的事业上 你说像不像今天21世纪呢 凯伯 荷兰的首相 在1898年访问美国 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 他的演讲呢 今天英文收到一本书 叫做lectures on Calvinism 今天在中国呢 可以在加尔文传的下半 刚刚出版的加尔文传下半 可以读得到 凯伯在美国 警告美国教会 美国教会 你们不要像我们欧洲教会 老早就放弃了信仰 你要知道 人类的历史 文明的历史 永远是 敬拜真神 跟敬拜偶像之间的斗争的 但是美国是一个 反知识的一个国家 美国的科技是很发达 但是在真的去 思想哲学问题 人生问题 在思想上是一个 反知识的国家 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讲的 是世俗的 美国文化历史学家的结论 所以美国人大体上都不会去 好好去思想凯伯的警告 结果就是自由派神学 自从1880之后 就引进到美国的神学院 顺便一提 1870年代也是 时代论 开始影响长老会的一个时代 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 自由派跟基耀派的争辩 刚才我们说过 自由派初期 在1880年代 影响神学院 比方说美国纽约的 协和神学院 协和神学院在 纽约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本来是福兴主义的果子 本来是那些支持福兴 支持芬妮先生的福兴的 那些长老会人士 开的一所神学院 1880年代 有一位教授叫做Charles Briggs 他被长老会去审核 因为他的信仰是自由派的 那1880年代 你是一个自由派的教授 会被长老会总会 去提出来审判 你是正统还是异端 请记得这个 下面我们会继续来看 过了三十多年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 自由派开始生根 在什么时候呢 1910年 在苏格兰爱丁堡 召开了全世界的宣教大会 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 召开人是穆德先生 John R. Mott 还有另外一位 苏格兰的Odom先生 中派都愿意参加 除了英国的圣公会 所以Mott跟Odom 就去拜访一些 英国圣公会的主教们 那些主教们说 好 我们圣公会 参加你们这次 世界宣教大会 有两个条件 第一 大会不能定信仰信条 第二 大会不能定 Who is a Christian 什么叫做一个基督徒 这些都有个别宗派自己来定 Mott跟Odom 接受了主教的坚持 我说这个是福音派的试测 结果从世界宣教大会 1910演变到 中国1922年的 全国基督教协会 演变到1946年诞生的 全世界的普世基督教教协 WCC 是一条线 一步一步的自由派 就进到最高层的 基督教的领导和大会 跟组织里面 刚才我说 1880年代 一个长老会的牧师 因为他的神学是新派的 结果是受到审判的 1920年代 长老会的牧师跟长老们 开始放弃超自然主义 就是放弃圣经里面的神级 是信仰的不可化缺的 必须要有的部分 他们发表了Auburn Affirmation 1924年在纽约上周 那这个Auburn Affirmation 主要的意思就是说 耶稣基督是童征女生的 身体复活等等神级 都不是重要的 在中国这段时期的代表人物 1890年代有李提摩泰 20世纪有赛珍珠 Pearl Buck 20世纪的华人 中国人有赵子晨 吴雷川 刘庭芳 徐宝谦 还有基督教青年会 YMCA 还有众多的基督教大学一些的讲师 在广州的谢福亚 还有广学会等等 1929年 普林斯顿神学院 请记得在19世纪 是美国主要的护教 维护纯正信仰的神学院改组 意思就是说 董事会被自由派人士垄断了 所以梅钦 一位非常优秀的信悦教授 就被逼离开普林斯顿神学院 就创办了威敏斯德神学院 1929年在费城创校 顺便一提 时代论人士在1925年 设立了达拉斯神学院 所以你看 不论是改革中 或者是时代论 在1920年代 都创办了新的神学院 威敏斯德到了1936年 同一批的牧师 就被逼离开长老会 就成立了信政 或者正统长老会 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 这些事件 中文的书 中文的书 有记载的 首先 有学华写的 众目睽睽下的 当今教会 最近出版的 还有解构基要主义 和福音主义 是George Marston 写的 好了 1930年代 基要派 在普林斯顿神学院 在长老会 这些大宗派里面 相信纯正信仰的牧师们 就失去了 在大宗派的地位 1940年代 特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福音派 一方面已经退后 然后卷土重来 组织一些新的机构 比方说青年归族 Youth for Christ 各培里是很早期的一位同工 学生事工 比方说 学员传道会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导航会 Navigators 校园团企 IBCF Interve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福乐神学院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194748年创校 进入基督教杂志 1955年创刊 还有各培里布道团 自从他在洛杉矶的 布道会成名之后 还有学生的宣教大会 这些福音派的 新兴的机构组织 就取代了基督教青年会 以前的角色 因为YMCA青年会 在1840年代 在英国跟美国创立 都是非常福音派的 后来YMCA青年会 就变成自由派的 一个代表性的组织 所以到了40年代 有这些青年的事工 学生的事工 取代了YMCA 到了60年代 薛华先生 薛华牧师 像知识分子传福音 特别是像那些 吸毒的吸皮士 他是美国人 不过住在瑞士 在欧洲 像这些知识分子传福音 还有特别是 最后的几年 薛华牧师 特别提出堕胎的危险 所以薛华牧师 还有其他的当代的 60年代 70年代的福音派 就再一次的醒觉 要参与文化和社会 因为自由派神学兴起之后 那些反对自由派的 基要派 就是1920年代 30年代 梅清不俗这一派 但是除了梅清改革中以外 很多的基要派 是反对自由派的社会福音 因此同时就反对 任何的文化上 社会上的参与 到了67年代 福音派里面 有一派要重新的强调 进入到文化社会 薛华学生 是其中一个很出色的代表人物 1976年 Jimmy Carter Carter 总统当选 当年时代周刊 称1976年 叫做福音派之年 Year of the Evangelical 到了1976年 福音派从1920年代 被藐视 被取笑的 现在进入到政治界的殿堂了 总统是福音派的 卡特总统每个星期 只要不离开华盛顿 继续在第一进行会 教成年主人学的 是一个很谦卑的总统 与此同时 也就是说福音派 从四十年代机构的开始 到了六十七十年代进入文化 1976年总统当选是福音派 这段时期 我们以福乐神学院的历史 作代表 福乐神学院的历史 他们也很大方 让一位学者写出来了 George Marston 也就是《解构基要主义和福音主义》 这本书的作者 他的第三本重要的书 就是Reforming Fundamentalism 基要主义的改革 就是福乐神学院的历史 福乐神学院在1947年创校 当时他们创校的目的 是非常鲜明的 就是要回应当代 第二十世纪大战之后 人类文明的危机 他们大体上是改革中的 有金星会 有长老会 要以一个很理性的神学 福音派的神学 用所有福音派学术的资源 来回应人类的文明的危机 我们要创办一所在西部的 就是加州的 好像哈佛大学这样子的神学院 他们的理想是非常崇高的 到了1960年代 David Hubbard 当任福乐神学院第三任院长 他就接纳一些 不信圣经无误的教授 包括创办人 Charles Fuller牧师的儿子 Daniel Fuller 所以到了60年代 70年代之后 福乐神学院的信仰立场 就不包括圣经无误这个字 1975年 76年 有一批的福音派的领袖 就很关心这件事情 就邀请了福乐神学院 这一类的教授们对谈 在波士顿不成功 没有达到共识 因此1976年 这些福音派的领袖 就成立了国际圣经无误协会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Biblical Inergency 就发表了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 与此同时 你不要认为只有改革中的长老会 才在圣经无误这些事情上有争辩 路德中的路德会 不是信仪会 是路德会 Lutheran Church Missouri Synod 在1970年代 也有一次很重要的争辩 不同的是保守派 保住了他们的神学院 血统神学院 Concordial Theological Seminary 那些温和派 也就是自由派 就被逼出来 也开了一所 血统神学院 Concordial Theological Seminary 他们的别号 是放逐神学院 Seminary in Exile 另外美南进行会 自从1970年代到今天为止 因为进行会的体制 是每一个教会独立的 所以很多事情只能够靠 一些政治的手段来选举 谁做他们全个中派的主席 或者说某一个神学院的院长 这些重要的职位 经过了30年之后 我们可以说美南进行会 还是两派的坚持的 不过美南进行会 他们都有十所的神学院 其中一所的名字叫做 美南进行会神学院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他们的院长 Albert Moeller M-O-H-L-E-R Albert Moeller 是非常的坚持圣经无误的 甚至乎你可以说 他是一位改革中的 进行会的神学家 所以美南进行会 到目前还是有一股的势力 在里面 所以长老会 进行会 路德中 连圣公会 都受影响了 在1970年代初 有一所的圣公会的神学院 在披兹堡创立 就是福音派的 今天2008年 是圣公会 美国最有名的 八间教会 要离开圣公会的一个年代 因为圣公会已经开始 安立了同性恋的主教 所以我们看到 整个新福音派 是在一个自由派的空气里面 但是往往在19世纪 自由派兴起的时候 我们不省觉 1970年代 不相信圣经无误的新福音派兴起 我们也不省觉 因为这段时期 毕竟是福音派 一些最巨型的教会增长的时期 一些有关的发展 就是与圣经无误运动之同时 有亚当斯J Adams 创办圣经辅导运动 还有科学创造论 Henry Morris 也创办了 他的一个研究中心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他们的网站就是ICR ICR.org 不论是华人的 或者是外国人的 神学院一直来都是 非常地基要福音派的 1980年 兰姆 Bernard Ram 一位进行会的神学家 写了一本书 叫做Beyond Fundamentalism 超越基本主义 这本书就是 他自己接受巴特神学的宣告 与此同时 香港也有神学家 在全世界华人 福音运动的最流行的杂志里面 连续刊登了16篇 介绍现代神学 也就是自由派神学的文章 差不多没有批判的 所以80年代 1980年 可以说是新正统 冲进福音派 但是很少基尔派的牧师 神学家留意到 我第一次留意到 华人教会的信仰辩植 是当我在1985年参加 福音与华人文化研讨会 我跟很多的我的朋友 同道都参加 那我就注意到 一些的方法论和巴特的神学 抬头了 今天我发表了 进入到21世纪 我发表了 任性圣经无误的重要性 与当今实切性 还有另外一篇跟进文章 叫做 有道可传 已经解经 这些都是呼吁 中国跟华人家 回到1930年40年代 基要派的共识 不论中派 我们在圣经无误 圣经末世 神是六天创造世界 一些很基本的道理 我们是要用圣经来辅导 不是用世俗心理学的理论等等 盼望我们重新的建立 或者神自己的 兴起一个自发性的 基要福音派的共识 我想这个是21世纪最需要的 21世纪世界最需要听到的 是有道可传的教会的声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